美国联邦商务部少数主义经济发展局 NBDA和加州政府机构 SBA消防局联合主办的 美国汉天卫视 SCCGP 洛杉矶德森国际俱乐部和国际狮子会 D4L2联合协办的自然重大灾害座谈会 于11月16日下午在汉天卫视演播大厅举行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讲座大家认识到 我们比如说在家里要被一些水啊 被一些药啊 被一些紧急情况下生存的这些东西 保证我们的生命 这个减阵防灾 我们在建筑上通常都叫做生命线工程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讲座 让大家具备这个常识 更好地保护自己 包括财产 包括生命 常常会发生加州的大地震跟火灾 当它发生的时候 你要如何先自救 自救完了之后才能谈到说 如何去帮助别人 以及事后的处理 因为美国联邦还有很多的program 我们所不知道的 那是一个免费的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宣导片 可以让所有人大家都知道说 美国一直不断地在关心我们 所以有很多的program 都等着我们去发掘 去了解 与会的演讲嘉宾强调 实行做好预防最重要 当天的主讲嘉宾是 加州政府企业自然灾害 防范高级顾问Michael Cho 他的演讲主题是 地震 火灾的防治 和发生后的应灾措施 他表示 地震和火灾是最常发生在 加州的自然灾害 相信前段时间 该地大火的情形 大家还历历在目 据美国农业部森林局最新数据 目前仍有八处地区 还有火灾肆虐 2019年因为连发大火而造成停电 影响20万居民和商户的 正常生活与运营 而近日 随着天气的变化 干燥无雨 火灾危险依旧潜伏在我们的周围 专程从北加州前来参加活动的 联邦中小企业局 美西地区新闻发言官 Ken Wynne 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联邦及加州 灾后紧急资金救援的 相关政策和申请办法 他也强调 对于灾害的预防是最重要的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 大家好 谢谢 谢谢